原来政的分歧不是很大 你看很坦白说 那个355法令 对不对 对对对 三五五法令啊 你看之前 行动党是最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立场是怎么样 我们已经跟一党切割 现在回到的是 接下来我们担忧了一整年 你看这个东西已经吵了一年多了 公正党是很暧昧 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的立场就比较鲜明 是反对 阿曼娜也是很暧昧 然后他们也去提成他们的 那个修正啊之类 他主要是要针对 这个回教党的这个355建议 要告诉他说 355法令呢 不只是惩罚这样 因为他是伊斯兰法庭权限嘛 所以他们变成呢 要在马来选区那边 要去怎么说 解说 所以他们 你可以看他们都很挣扎 反而是你看啊 老马是很鲜明的 老马他出来就一直是 就讲说他是反对胡同 我反对回教刑事法 甚至一个月前 他召见我们一些在野党的议员 就告诉我们这一次国会要提1MTB的 issue之类的时候 他做下一个门谈 就是当着公正党当着阿曼娜党的议员面前 你们可以支持355是一份啊 然后他讲他以前做首相的时候 也提过 有人跟他提过糊涂 他就是拒绝 他说一国不能够有两制 所以反而你看到 老马他摆出这样的姿态的时候 你记得上个星期 本来段 伊伯拉姓不是说 Bissadu会去支持355修正案吗 然后又有那个青年团团长 他也说 即使Bissadu支持355修正案 他不认为有什么影响 结果两天后 你看到 老马和姆虞丁都说 他们不会支持355修正案 结果BNBBC的那个网站 刷姆虞丁 然后他说 一个人出现两个不同的立场 所以当土团党也摆出这样的一个姿态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现在纳吉是很孤立的 他本来以为是 这个东西丢出来 他可以分裂这个在野党 然后接下来就是 所有回教徒 一定要去支持这个法案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哦 沙楼月也在摇了哦 沙楼月的国阵现在是说 他们绝对不会支持355修正案 哇 网民 所以 网民有一个非常